嗨,大家好 最近有朋友就问我了 他说,喂,二世祖啊 怎样可以煮到流心鸡蛋和糖心鸡蛋呢? 听完之后我就说了 不是哦,我以前都介绍过的 而且你们上YouTube都应该见到很多KOL 都会教你们怎样去煮出糖心鸡蛋或者流心鸡蛋 不过我的朋友就即时就换我一句 他说,不是啦,他们那些很烦的 又说要加盐,加些水里,又说要加些白醋的水里 甚至乎有些就说要在鸡蛋里挤个洞子 啊,真的这么烦的吗? 我自己的经验就不需要这么烦,很简单而已 既然你问到呢,不如就教大家 怎样将在冰箱内出来冻冰冰的蛋 可以煮出流心鸡蛋和糖心鸡蛋 而且呢,是不会爆的 因为很多朋友都说呢,在冰箱拿出来的鸡蛋一煮 通常就爆开了 所以今天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样在冰箱拿出来冻冰冰的鸡蛋呢? 很快就在10分钟之内就可以煮出流心鸡蛋或者糖心鸡蛋 好了,不多说了,我们现在去片了 那大家看到呢,这里就有四只鸡蛋 就刚刚在冰箱拿出来的 那当然啦,冰冰冻啦 那另外旁边呢,就有个汤碗 那这个汤碗呢,就是放了一些暖水在里的 记得是暖水,不要是很热的热水喔 是比暖水的温度再高一点都没所谓的 好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把这四只鸡蛋呢 就放进这一碗的暖水里面,浸它五分钟先 好了,那大家现在看到呢 这四只鸡蛋呢,已经放在这一碗的暖水里面 那我们浸它五分钟 那可能有朋友会问,我不用暖水 那我就这样用冻水,可以吗? 不过需要的时间呢,就要长很多了 那可能呢,你用冻水浸它呢 就浸它大概半个小时啦 最主要这个步骤的目的呢 就是将那个鸡蛋的温度提升回 那原因就是我们在冰箱拿出来就很冷的 如果你即时就包在一些滚水里去烧它呢 它即时就冷宿热就会爆 那到时那些鸡蛋呢 就爆开了就整锅水呢 都是蛋白啊,那这样就不好啦 那所以我们呢,就先呢 是将那个,在冰箱拿出来的鸡蛋呢 就是那个温度提升了先 那当然你说我没有冰过的 那当然是即时可以放在滚水里去烧它啦 好了,那我们见到呢 那个锅的水就滚了 那我们呢,就将那个火调到最小 我们不需要大火啦 好了,那接着呢 我们就将那些鸡蛋呢 逐个逐个逐个地放进锅里面 那记住啦,如果我们要吃流心蛋呢 就大概煮它六分钟 糖心蛋呢 就煮它大概七分钟 好,那我们现在盖上 这一碗鸡蛋呢 那大家见到这一碗的鸡蛋呢 这两只呢 是煮了呢 是六分钟 那而这一边呢 见到的两只呢 就煮了是七分钟的 好了,那现在先试一试这一只呢 就是六分钟啊 那大家见到啦 是流心蛋啦 六分钟 见到呢 那蛋黄是流心的 好啦 好啦,试完呢 哇,我的猫好頑啊 见到呢 又想吃了 现在就煮上来 试完呢 流心之后呢 我们试试这个呢 是七分钟的 糖心蛋 好啦 好啦 那大家吃的时候呢 可以加少许盐啦 或者呢 可以用来蘸酱油吃都行的 那因为我摊久了 所以呢 它变成了糖心 不是那么角 如果我不是摊得那么久呢 那糖心下角更加好 那我摊久了 那大家看完我介绍之后 是不是觉得很容易呢 那至于呢 刚才我也有提过就是 因为呢 我煮完那些鸡蛋之后呢 我不是即时吃 也不是即时撕殼 那所以呢 你发觉那个糖心鸡蛋呢 是没有那么糖心 因为呢 我煮完之后呢 我就很忙嘛 那四个小时之后 回回家 我才吃 那所以你见到那个 糖心鸡蛋呢 就似乎好像 overcooked了 但是如果呢 是煮完之后 就是煮完之后 浸完凍水 即时剝殼 第一 鸡蛋就撕出来会很漂亮呢 第二呢 那个糖心的效果呢 就会呢 没有现在那么稠 或者那么硬 那会更加好